历史上最能睡的皇帝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梁牧宗耶律景 史上有名的暴君 耶律景在继位之初平定叛乱 稳定政权之后 觉得地位亦无后顾之忧 每晚饮酒作乐 一喝就喝到第二天早上 白天呢就睡大觉 完全将正事抛在脑后 睡醒之后杀心大喜 随便找理由 就将身边的奴才杀了一批又一批 据说 他是因为天生不能人道 才产生如此心理变态的 他的生活除了睡觉就是杀人 最后呢 也是在睡梦中被自己的侍卫给杀了 耶律景是有能力的 可是抵不过他自己的摆烂 还有因残暴失去的人心